過敏源的檢測有沒有用呢? 其實有一部分有用啦 不過就是有些人他會 以前對蝦子過敏 但是為什麼我這次過敏源檢測出來 其實蝦子沒有過敏呢? 其實這邊要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大家好我是高雄市立大同醫院的 健康管理中心的醫師 我是鄭涵雲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 不過過敏它是其中一種 免疫的反應啦 那免疫反應其實是我們人體的一個 防禦機制 當有病原體 或者是外來有害物質入侵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去 出動我們的免疫反應 去把它移除掉 移除物質的過程中 我們沒有辦法很順利的移除 然後反而已經造成一些組織的傷害 那這種不適當的一個免疫反應 我們就稱為過敏 慢性的過敏 我們會說是一個過敏反應 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 臨床上不會去下一個 慢性過敏的一個診斷 但是我們可能會針對你的症狀 例如說你有一個 過敏性的鼻炎 我們就說啊你有鼻子過敏 過敏的反應主要表現是在皮膚上啊 然後有一些 秋疹啦 紅啦 腫啊 熱的反應 那這個反反復復的狀況一直發生 持續超過六週 我們就會下慢性循麻疹的診斷 如果身體一直處在一個 反復過敏的狀況 那我們過敏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的肥大細胞是會釋出一些 土脂胺啊 白三稀素啊 細胞激素啊 前列腺素 這一些等等的發炎物質 那這些發炎物質就會 間接的導致我們身體 有慢性發炎的狀況 慢性發炎其實是會讓一些 血管內皮細胞受損 進而會讓我們的血管 硬化 甚至產生斑塊 那萬一這個斑塊剝落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產生腦心血管疾病 例如心肌梗塞 或者是腦中風 那如果發炎呢 一直讓我們的 胰島細胞產生發炎 那他就沒有辦法分泌足夠的胰島素 所以也會增加我們 罹患糖尿病的一個風險 唐其處在發炎狀況底下的人 他們的大腦的一個認知功能 有降低的狀況 不過就是 慢性發炎到底對身體有什麼危害 其實有時候還是要回歸就是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慢性發炎 例如我們很常見的 B型肝炎 C型肝炎 導致的肝臟慢性發炎 就是直接會造成肝臟的危害 例如他之後就會造成肝硬化 或者是肝癌 那如果胃部有一些 幽門螺旋感菌的一個感染 導致胃長期的發炎 那也會增加我們胃潰瘍 或者是胃癌的一個風險 脂肪酸其實有很多種 不是每一種脂肪酸對於就是 慢性發炎都有不好的影響 例如說我們魚油裡面的 Omega-3 它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脂肪酸 它可以阻止我們身體的一個 慢性發炎的狀況 那不過如果是一些 Omega-6 Omega-6的話 它就會加重我們身體裡面 慢性發炎的狀況 確實有些大型研究有觀察到 主於慢性發炎的狀況 會增加它罹患憂鬱症的機率 不過我是覺得 身心的症狀其實是很多重因子的啦 我們不太會從 單一個慢性發炎的狀況 就直接說 它的身心狀況是 從它的慢性發炎導致的 其實是有辦法提前檢測的啦 那我們會建議一些有過敏體質的人 其實可以到皮膚科啦 或者是風濕免疫科 甚至健檢中心來進行過敏原的檢測 其實你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觀察也蠻重要的 有些人會對 蝦子 雞蛋 這些常見的食物 過敏就不要再食用了 那甚至有的人是對 氣溫 冷熱都會產生過敏 這些都可以靠自己的觀察得知 過敏原的檢測有沒有用呢? 其實有一部分有用啦 就是有一部分它 過敏原的檢測出來發現 它就是對一些海鮮過敏 那搭配它日常生活的經驗 確實也發現它吃那一類的海鮮會過敏 那就真的是有用 不過就是有些人他會以前對蝦子過敏 但是為什麼我這次過敏原檢測出來 其實蝦子沒有過敏呢? 其實這邊要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食物吃進去在人體消化的過程中 跟我們把它抽出來 在實驗室裡面做檢測還是很不一樣 所以我們過敏原檢測還是沒有辦法百分之百 推到就是你日常生活中 到底會不會對那個項目過敏 針對海鮮過敏啊 因為這個會扯到這個海鮮到底是不是新鮮 因為如果一個不新鮮的海鮮其實它是會在 它腐爛的過程中會釋出一些毒素 那搞不好你只是對那個釋出來的毒素過敏 而不是對海鮮本身過敏 身為一個慢性過敏的患者啊 其實可以從生活中就是有一些 生活步調去調整 例如說不熬夜啊 健康生活啊 要去運動啊 壓力不要太大啊 甚至飲食的部分其實也有一些小幫忙 例如說我們可以透過一些得酥飲食的概念 就是要用好的油取代不好的油 例如說我們可以吃魚油 可以吃橄欖油這些都是好的油 堅果類也是有一些好的油 要多吃蔬菜 那肉類的部分呢 要用白肉取代紅肉 這些都可以降低我們過敏的發聲 你不是什麼 沒關係 我剛剛發 他發給你的發聲 啊 好緊張喔 瘋了 好緊張喔 第一次有這種鏡頭對著我 還打光耶 比較恐怖的啦 我一點點花絮喔 喔真的嗎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prime點火 好緊張喔 紅湯